宇哥如果看他1.5要求蔡老板在球队经理人纳斯和他之间 而且宇哥平下1.5的智商 智商这东西我感觉杜兰特已经想好了所有一切了 就说自己的名声没有什么再度翻红的可能了 已经是一黑到底了 那我倒不是说呢 接迫我就继续走下去了 就与其说我遇到一个坑把我绊倒了 与其说勉强我要是硬挺着起来 倒不说我要躺一会儿算了 这以后就是我的假了 所以杜兰特呢当下已经拥抱黑暗了 彻底与黑暗融为一体了 不在乎外界封平了 所以你说他智商是不是底 我感觉呢你也不能说完全底 就说我已经这个地步了 我怕啥呢破关子破出来了 就已经是再躲了不愁了 所以说你让我一以兑现 我都把职业生亚封平打过来 我咋打呀 职业生亚所剩无几啊 上下地各位也不是没看到 单打一对对上塔图 完全被对方摁地层麻烧 塔图打杜兰特 进攻效率命中率高达50% 杜兰特打塔图呢 十三中二 命中率只有15% 而且面对塔图的单访 送出了十次失误 这是面对塔图 一队彻底把杜兰特给抱了 所以要不就杜兰特现在对绿军有兴趣 看到了年轻一代人也上车 这是一个可靠的大哥 我得抱上塔图我这根出腿 所以他就是一心想要投奔绿军了 我甭管哪地 我现在当下有一个目标 争取在总军赛 我要么击溃胡人 要么就是老东家 我亲手拿下竞争总师 甭管我是对那什么样的形象 我要击败库里 这是杜兰特 发下的这种誓愿 至于说他的选择是不是说智商敌 我感觉在他的立场 在他的处境来看 基本可以理解 什么叫贝斯队友 插一个史蒂夫纳斯 纳斯还不是我队友呢 他只是一个教练而已 之前那会儿互相之间情投意合 现在已经劳烟分废了 那你也只是一个 我继续向上迈进的一个台阶而已 把你踩于脚下 你牺牲一下 这是杜兰特 所以你说他是不是不理性 也算是黑暗当中的理性 他现在 因为你说他继续保持什么样的理性 我这个保持神势奉度 我不把锅甩给纳斯 不甩纳斯 这锅就是自己背 自己风平也不会好到哪去 那与其说我再怎么努力 风平也无法彻底扭转 倒不如说 我就当一个反派了 我就当一个这个 完全这个抛开任何道德枷锁的 一个球场之上 唯利是图的工具人 就这么整整法 点赞加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